阴阳别论 所谓阴阳者 去者为阴 智者为阳 近者为阴 动者为阳 持者为阴 数者为阳 凡持真脉之藏脉者 甘至玄觉及 十八日死 心至玄觉 九日死 肺至玄觉 十二日死 圣至玄觉 七日死 痞之玄觉 四日死 凡整得无畏气的真脏脉 例如甘脉乃的形象 如一线孤玄 四断四绝 或者乃的玄疾而硬 十八日当死 心脉来时 孤玄断绝 九日当死 脉脉来时 孤玄断绝 十二日当死 圣脉来时 孤玄断绝 七日当死 脉脉来时 孤玄断绝 四日当死 约 二阳之病 发心脾 有不得引取 女子不悦 其传为风霄 其传为 息避者 死不治 一般的说 胃肠有病 则可影响心脾 病人往往有难以告人的隐情 如果是女子就会月经不调 甚至必经 若病久传变 或者形体逐渐消瘦 成为风霄 或者呼吸短处 气息丧力 成为息臂 就不可治疗了 约 三阳为病发寒热 下为臃肿 即为伪觉 涮缘 其传为 所泽 其传为 颓扇 一般的说 太阳精发病 多有寒热的症状 或者下部发生臃肿 或者两足 尾弱无腻而逆能 腿肚酸痛 若病久传化 或为皮肤干燥 而不润泽 或变为颓扇 约 一阳发病 少气 善壳 善泻 其传为心智 其传为 隔 一般的说 少阳精发病 生发之气 即减少 或一患咳嗽 或一患 谢谢 若病久传变 或为心虚致痛 或为饮食不下 阻塞不通 二阳一阴发病 主精骸 背疼 善意 善嵌 名曰风绝 阳明与绝影发病 主病精骸 背痛 常常 爱气 喝切 名为风绝 二阴一阳发病 善障 心买善气 扫阴和扫阳发病 腹部作脏 心下满闷 食欲叹气 三阴三阳发病 为偏枯萎意 四肢不举 太阳和太阴发病 则为半生不随的偏枯症 或者便意常用 而伪弱无力 或者四肢不能举动 古一阳约勾 古一阴约毛 古阳圣级约贤 古阳智而绝 约时 阴阳相过 约妞 脉搏鼓动于指下 乃时有力 去时力衰 叫做勾脉 骚无力 乃是清虚而浮 叫做毛脉 有力而紧张 如暗情色的咸 叫做咸慢 有力而必须从暗 轻暗不足 叫做时慢 既非无力 又不过于有力 一来一去 迈向和缓 牛通平顺 叫做华慢 阴争于内 阳扰于外 破汗未尝 似逆而起 起则顺废 使人揣明 阴阳失去平衡 已知阴气 真胜于泪 阳气扰乱于外 汗出不止 四肢绝能 下绝上腻 浮阳熏肺 发生揣明 阴之所生 和本约和 事故刚与刚 阳气破散 阴气乃消亡 闹则刚柔不和 精气乃绝 阴之所以不能生化 由于阴阳的平衡 视为正常 如果以刚与刚 则阳气破散 阴气亦避随之消亡 倘若阴气独胜 则含师偏胜 亦为刚柔不和 经脉气血 亦知败绝 死阴之暑 不过三日而死 生阳之暑 不过四日而死 所谓生阳死阴者 肝之心 为之生阳 心之肺 为之死阴 肺之肾 为之虫阴 肾之脾 为之辟阴 死不治 属于死阴的病 不过三日就要死 属于生阳的病 不过四天就会痊愈 所谓生阳死阴 例如肝病传心 为目生火 得其生气 叫做生阳 心病传肺 为火克经 经被火消亡 叫做死阴 肺病传圣 以影传阴 无阳之吼 叫做纵阴 圣病传脾 水 仿 无土 叫做避阴 是不治的死阵 狮子 豫 咯 咯 感谢观看